南汉刘场党场皇帝后出现了一个奇葩的现象 想要升官必须自焉 一时间宫里宫外 朝廷上下充满了无根之人 尚有所好下必甚言 之所以出现当官的引刀之功的这种现象 都是因为刘场只信任宦官 刘场带着这门宦官们 把国家搅和的昏天黑地 这样的朝廷不亡天理不容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五代演绎 我是杨丽慧 公元960年 赵宽颖当场皇帝后 进行了大倒阔弧的改革 国内实力与日俱增 这让周边的各国都有点干颤 远在广东的南汉 虽然军不军成不成 但还是有一些名眼人的 南汉大将邵廷炫 早就意识到问题 他上周对刘场说道 我国趁唐末大乱 居此五十多年 幸亏中原一直混乱 无暇顾及到此 以至于国内将校无事而交 士族不识旗鼓 人主不知安危 自古久乱必至 我官宋主 必然统一海内 希望陛下早做准备 要么修编兵甲 守备城池 做长久计 要么朝贡中原 前史通好 也可落得保全 请陛下 思之 刘场听后 觉得这个邵廷炫情商也太低了 说话一点都不知道怎么让我这个太子皇帝舒服 先不管你说的对不对 就冲你的措辞 我都要好好敲打敲打你 忠言逆耳 终生难当啊 刘场把邵廷炫的话放在一旁 不加理会 继续享乐中欲 他对宦官那是真爱 就连自己的妃子 都是宦官之女 有人该问了 宦官有女儿吗 这就是世人屈焉复事 宦官当权 别说女儿 就是儿子和孙子 要多少也会有多少 当时有个宦官 名叫李托 他有个甘女儿 被刘场看中 封为了贵妃 有了女儿称妖 李托很快成为了内太师 变成了国家掌权人 公元963年 赵匡印派慕容颜昭和李楚云 带兵灭了周宝权 拿下了湖南 随后慕容颜昭和李楚云 产生矛盾 赵匡印为了安抚慕容颜昭 便李楚云为支州赤使 收拾五平残余色列的任务 交给了慕容颜昭 慕容颜昭在湖南还不到一年 就病死在到镇上 赵匡印又派了潘美 任潭州防御使 继续清剿湖南乱军 与此同时 南汉见宋军立足未稳 也想分一杯羹 就派兵侵扰湖南 潘美在湖南多次击败南汉来军 还进一步攻击了南汉称州 南汉退守到了韶州 流场担心宋军会不断进军 想起了邵廷轩之言 连忙派邵廷轩到前线御敌 邵廷轩带到水军 在光口挡住了宋军 宋军原本也没有打算灭南汉 所以就顺势收兵回去 邵廷轩立了如此大功 按道理应该加官进爵 但他却在光口之战不久后 被人诬陷谋反 后来被流场赐死 到了公元966年 道州赐使王继勋上咒 隶属南汉无道 请求朝廷发兵征讨 赵宋军也想早一点 没有南汉 但因苍年属敌用兵 不便立马再起兵阁 他想了一招 就下诏让南汉国珠李玉 劝流场主动跪降 关于李玉上位的事情 咱们后面只会提及 现在暂且按下不表 李玉接到赵宋军的赵书后 选了一道却降书给流场 大义就是说 现在中原强大 抵抗已经没了意义 还不如早点投降 也能落得富贵一生 子孙永存的结局 流场接到李玉来书 不仅没有听从李玉的宣告 还扣下了食指 并给李玉回书 书上大多士出言不逊之词 李玉苦笑 把这封回书 送给了赵宋军 斗转心仪 时间来到了开宝三年 也就是公元970年 经过几年的准备 赵宋军终于下决心 要收拾南汉了 有人会问 这中间15年的时间 赵宋军都在干嘛 他当然没有得闲着 这中间发生了一些 和统一有关的事 我放到后面再说 这是属于另外一个 故事线的内容 参照一起讲容易混乱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公元970年 宋朝已经改元开保 不再使用谦德年号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 我在这里岔开一下 给大家讲一讲 赵宋军灭掉蜀国后 把蜀国宫中之人 也就是宫女嫔妃啥的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 都并入了自己的宫中 公元966年 宋钱德三年 赵宋印在其中一个人的手写盒里 发现了一个印由 钱德四年住的镜子 这就有点奇怪了 因为当时是钱德三年 还没到钱德四年呢 而且看这个镜子 也有点年头了 不是新造之物 赵宋印大为疑惑 招入赵普询问缘由 赵普答不上来 后来赵宋印又询问学士斗仪 斗仪说道 这个物件 肯定是蜀地产物 之前 为蜀王眼 用过钱德这个年号 这定然是当时铸造的 王眼是钱蜀末地 他的确是在公元919年 到公元924年 用过钱德这个年号 这个镜子铸造时间 写的是钱德四年 指的是公元922年 已经是一个40多年的老物业了 照欢迎听后 挺尴尬的 因为古代帝王选年号 都尽量选择以前没有用过的年号 此时发现自己用了三年的年号 竟然是一个灭亡的偏安政权用过的年号 真是有失大国风度 赵宋印 长叹一声 对赵普说 宰相 还是要用读书人呐 这句话 赵普听了格外刺耳 他虽然有惊天伟地之才 但却很少读书 有句名言 半不论语至天下 说的就是赵普 赵普听了赵欢迎这句话后 沉默不语 按下决心 从此舍不离倦 恶不知识 不得不说 赵欢迎的心胸 还是比较宽大的 虽然他知道 现在用的是一个 王国君主的年号 但也没有立马 兴师动众的 重新更改年号 忍了两年后 在公元968年 才改缘开宝 这个小插曲讲完 咱们书归正传 开宝三年 公元970年 赵欢迎让潘美挂帅 领兵数万 征讨南汉 这个潘美 之前咱们在《城桥冰面》中 提了一下 因为杨家匠的故事流传很广 所以很多人认为 潘美就是杨家匠演义里面的 潘仁美 其实历史上并没有 潘仁美这个人 是小说都传的 但小说的潘仁美 的确是以潘美为原型写的 为了让大家了解真实的潘美 我就来简单的说说潘美这个人 潘美生于公元925年 河北大名人 也是将门之后 他的父亲是一名职业军人 在长山驻守 长山就是今天的石家庄 潘美年轻的时候 就进入军中效力 任典业 也就是传令兵 后汉末年 郭威起兵 他也在郭威军中 后揉建立后 柴荣任之开封敷隐 潘美成了柴荣的一员侍从 等柴荣即位后 他升任供奉官 高平之战时 潘美的老公 升任了西上阁门赴使 不久改任陕州监军 才容山征淮南期间 他一直在永兴军负责屯兵 后来他结识了赵荒印 赵荒印觉得潘美为人忠厚 很是喜欢他 就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听用 公元960年 赵荒印在陈桥发动兵变 潘美在其中负责了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通红报信 通红报信是潘美的老本行 从刚开始从军一直到陕州监军 他一直做的都是报信 接待这方面的工作 赵荒印做了皇帝后 李云和李崇敬先后叛乱 凭李崇敬的时候 潘美是新英都监 李崇敬平定后 潘美留在扬州 任扬州勋检 负责政府之事 后来升任泰州团练使 四年后 潘美调任潘州 任潘州团练使 继续做着善后工作 武平残余设理消除后 潘美的重点工作 就变成了防范南汉 纵观潘美的履历 和慕容颜招 四手印等人比 实在不足为奇 也没有担任过 大战主帅的经历 除了和赵荒印关系好 其他的只能说 在送出将心如云的时代 实在是平平如期 但是赵荒印用的就是 这些足够可信 又没有什么威望的人 所以这次争讨南汉的主将 选择了和南汉 死克六年之久的潘美 潘美接到命令 毫不含糊 带兵向南 当年八月就抵达了赫州 赫州守军 联盟向流场求援 流场接到军报 也是守住无措 因为这些年 南汉能战之人 都被残颜 或害死或贬处 可信的忠视 隐隐猜忌 朱杀殆尽 现在掌兵的都是宦官 而且自从流宋 当了皇帝后 为了修建宫殿 装饰皇宫 军队预算越来越少 现在战舰损坏 兵甲腐朽 大多不能使用 无将可用 那就直接让掌兵的宦官耍 于是派龚承书 前往资源赫州 同时派了李托 去守韶州 郭崇岳去守贵州 郭崇岳这个人 是靠自己甘娘上位的 他的甘娘 也是宫中的宫女 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人 能干什么事情 九月 潘北大军围攻赫州 龚承书连战斗不战 直接逃回宫中 流场又派五燕柔 领兵资源赫州 五燕柔带兵 乘坐为缩不多的战舰 来到赫州 他们刚下船登岸 突然旁边扶兵士气 原来啊 潘北早就在下船的地方 设置好了埋伏 等南汉援军一下船 就出来围攻 五燕柔完全没有防备 南汉军大乱 被宋军斩杀了千余人 就连五燕柔也被捉住了 潘北把五燕柔的头 扛了下来 挂在镇前 警示城内守军 赫州守军一看援军都没有了 也就没有守城的必要 直接开城投降 赫州拿下后 潘北放出消息 说自己要乘坐战舰 直接攻打广州城 流场一听吓坏了 终于想到了大将潘冲策 潘冲策算是南汉末期第一大将 他之前也是被人构陷 好在流场并没有杀他 现在局势危急 流场就让潘冲策带兵五万 驻守贺将 潘北见潘冲策守在了贺将 自己声东击西的目的已经达到 就带兵转向攻打赫州 赫州守军在简单的抵抗后 赤死弃城而逃 潘州平定后 宋军一鼓作气又拿下了贵州 贵州守将郭崇岳也逃回了广州 11月宋军攻打连州 连州守将直接弃城而逃 流场得知北方各州丢失的消息后 还高兴的说道 潘州贵州 连州赫州 本来就是湖南之地 北军拿下后 肯定已经知足 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向南了 大家看一看 这个流场是多么的异想天开 潘美洞行动打了流场的脸 拿下这几周后 他马不停蹄的就来攻打赫州 赫州是南汉的北大门 赫州一旦沦陷 那广州就没了屏障 所以南汉 这是要在赫州玩命了 流场东拼西臭 弄了十万人 列阵在莲花山下 而且还在阵前摆上了他的王牌 向军 配合上阵法 向军还是很能辅人的 以前南汉军打仗 都会把向镇摆在前面 震撒下对手 现在潘美舰向军冲了过来 他把军中所有的弓箭手 摆在最前面 一声贺令 全军弓箭齐发 大象舰来了这么多弓箭 受惊了 掉头就跑 不仅把背上的骑兵甩了下来 还冲破了后方的南汉军阵 潘美舰撞 率军猛攻 斩杀辅获南汉军士数万人 南汉军大败 韶州沦陷 韶州沦陷后 流场下令 加深广州城外的护城河 并让郭重岳带兵六万 在马井设置栅栏 这时候已经到了过年的时间了 潘美舰乘胜急速拿下南汉 干脆连年都不过了 带兵一直向南 又接连拿下了英州 雄州 此时的潘冲策 已经调到了英州附近设防 潘冲策本来对流场就很失望 现在见南汉覆灭在即 干脆直接投降了 接到宋军来到了龙头 流场前使求和 请求宋军斩缓进兵 龙头这个地方 山险水恶 潘美怀疑这里面有南汉服兵 就不敢再次停留 于是就带着石子 速速地度过了险要之处 2月 宋军到达马井 显然郭重岳是抵挡不住 所修攻势 被宋军轻松拿下 但郭重岳却逃走了 这个地方距离广州城 只有数十里 流场得知 马井又败 连忙派人去宋军中赴苗投降 石子刚走 流场广广 再次下令集结军队企图抵抗 潘美知道流场并没有真心投降 继续进兵 流场无奈 就想着让自己的弟弟刘宝星 带着文武百官 到宋军中投降 这时候郭重岳站出来阻拦 说自己有办法退兵 大家猜 郭重岳想的是什么办法 他竟然让人架起身谈 向生鬼祈祷 希望生鬼能拦住宋军 真是可笑 潘美继续进兵 刘宝星和郭重岳 只得带兵迎战 不出大家所料 还是很快的被宋军打败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 郭重岳这一次没有逃掉 死在了乱军之中 这时候 龚重书和李托对流场说 北军之所以来 就是看中了咱们府库里的宝贝而已 如果把城池焚毁 想必北军自退 于是 流场让人把珍宝 嫔妃他认为重要的东西 装到了十余艘大船之中 然后放了一把火 把广州城烧了个干干净净 正在他准备上船逃走的时候 发现船已经被宦官和卫兵偷走了 潘美入城 捉住了流场 龚重书 李托等文武官员97人 幽禁在了隆德宫 后来又抓住了躲在百姓家里的刘宝星 八债众人押送到京师开封 自此南韩六十州 214县 17万户 尽归宋朝所有 南汉自刘衍称帝到刘厂师国 共历三代世主 享国55年 如果从刘颖担任青海军节度史算起 一共65年 潘美灭了南汉 关拜山南东道节度史 后来又兼任岭南道转运史 南汉灭国后 岭南也出现了小谷作乱势力 但很快就被拍美平定 在这里需要单独插播一下 在公元965年 也就是五年前 焦州的吴昌文战士 焦州大乱 陷入了军华混战的局面 这就是越南历史上的十日史军时期 三年后 丁连统一了焦州 他就是越南历史上丁朝的开创者 丁连向南汉请求截斗史经节 刘场受丁连为焦州截斗史 南汉灭亡后 丁连前史向宋朝交好 后来宋主册逢丁连为焦州郡王 简骄太师 靖凯军截斗史 暗南都赋 从此开创了越南向中国朝共的殊主关系 咱们再来交代一下南汉军臣的后事 刘场一行人被押送到了京师 赵宽印让有师追究他们焚匪腹破的罪行 刘场把责任都归到了孔承书 李托等人身上 还说道 于是赵宽印砍了孔承书 李托等人赛免了刘场 加封他为简骄太保 又前几位大将军 封恩赛侯 这时候刘场还不到三十岁 在位一十三年 刘宝信和潘宗策等人都被赦免各逢官职 至于南汉那么多志工的官员 后来下场如何 就没有了详细记载 但赵宽印是比较讨厌这些人的 史书上有记载 他曾经一次性杀掉了五百严人 另外南汉女工人卢穷仙 也消失在了史书当中 大概率是在大传中 被一起接走了 其他人绝大部分不见于史书 我也就不再戏表 刘场一直活到了公元九百八十年 享年三十九岁 追证太师 追封南岳王 刘氏后代在刘场死后 过得特别辛苦 有时候甚至连饭都吃不上 宋帝知道后 下诏每月拨款救济 还给刘氏后人封了个小官 慢慢的刘氏后人 就在正死中找不到终绩了 南汉灭亡后 南唐就显得特别孤单 此时的南唐 国主已经变成了李玉 那李玉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 他能在宋朝的强大压力下 存活多久呢 请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一秒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YouTube的朋友们 订阅后一定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也可以到我的主页中 找到往期视频 《五代演义》已经更新了100多集 估计是全网最详细的 《五代十国》这段历史的解说视频 创作不易 你真的很需要您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辉